这道粉丝炒南瓜可以当饭也可以当菜吃 是一道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味道特别惊艳的家常菜 这就是咱们做这道菜的全部材料了 粉丝 这是我前天做菜的时候剩了一块瓜 我们待会给它切丝 这瓜的有点口感类似南瓜 叫什么名我也不知道 另外我泡了一点香菇 还泡了一点海米 粉丝我是最后才泡的 用温水泡就行了 粉丝不能泡得太久 泡十分钟就足够了 好 等粉丝的时候我们来处理一下瓜 好 我们这瓜已经处理好了 就是切成这种小薄片 大概四分之一英寸厚吧 我就不切丝了 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是一道快熟菜 所以尽量把它切得稍微薄一点 还准备一点蒜和姜末 因为是快熟的 所以我们就准备一个料汁 这样我们待会做的时候就不会手忙搅乱了 一勺的酱油 一勺的米酒 这米酒用完了我得再开一瓶 刚才那米酒不够 我又加一点 糖一勺的料汁 这些都是基本的调料 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发挥 麻油 也是 一半勺吧 还有就是白胡椒粉 半勺 把所有调料 搅拌均匀 料汁就做好了 现在我准备把香菇再切一下 泡香菇的水 还有泡海米的水都别倒掉 我们待会都会用上 现在十分钟了 这粉丝已经泡的泡软了 但是千万不能给它泡太软 要不然待会吃起来就没劲了 我喜欢把它中间再给它剪断 这样炒起来也好炒 另外待会吃的时候也容易吃 起火 现在锅已经烧热了 来点油 大概一大勺 差不多一勺半吧 首先就是蒜和姜 姜蒜的香味出来了 接着就是我们的海米和香菇 香菇的话把它炒一下 味道会香很多 现在我们所有食材的香味都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粉丝加进来了 然后是咱们泡香菇的水 和泡海米的水 现在这个粉丝待一会儿 会把所有的汤汁都吸起来 之所以这个是一道非常快熟的菜 这时候我们刚才调好的料汁也都可以放进来 现在我还没有加盐 等到最后我们出锅之前再试一下味道 这时候把所有的瓜也都可以出在上面 这个瓜是特别容易熟的 基本上五分钟 它靠下面的蒸汽就会把它蒸熟蒸软了 好 我们让它蒸一会儿 我全程用的是中高火 但是要时不时看一看 千万别粘锅底 另外如果水不够的话 要添一点水 因为粉丝非常会吸水 目前看这个汁还挺多的 好 看一下现在 现在已经收的七七八八了 你可以熄火了 熄火前尝一下味道 我还得稍微补一点 酱油或者是 盐都可以 我习惯一般熄火前再 补一点香油 再次把它拌匀 就可以熄火了 好香 香味都出来了 再撒点香菜 和葱花 出锅 试吃时间到 看这粉丝 先尝一口 吸毒的味道 而且还有点嚼劲 加的白胡椒粉 和这个粉丝特别搭味 香菇也特别好吃 这么一顿 而且做起来特别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另外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订阅 点赞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